夜深人静一辆油罐车开进田间小路 将不明废水排进增沟当中 被埋伏已久的环保人员和警方当场抓包 偷盗的液体经过检验后 发现是废切消油水 废液中还验出含有强酸以及有害重金属 环保局人员沿着增沟一路踩阵 遭清到地点就在台中污日搬载原增 警方寻现追查 发现是金属加工厂油品以及环保公司 共四家公司勾结形成废油一条链 回收废油过滤后再转手卖掉 并委托环保公司将废业胡乱清到 时间长达十年 不把获利高达一千万元 但翻载原增沿线500公尺都是大片农田 清到地点距离乌西只有1.45公里 也让农民担心影响环境河水源 原料是从那废房子那里来 中有很多的杂道 所以你如果说到底是我们这个源头 就问我同意我同意我的天 经常环境部林乌西设置的水质测站 近三年来尚无重金属项目超过灌溉水质标准 那并洽农田水历属南投管理处呢 您气质点下有无灌溉银水品 那仅无农田收污染之余 乌西日前曾发生大量死予案件 是否与乱到废业有关还有待调查 涉案公司业者等15人也遭检方 依违反废弃物清理罚起诉 参集希望您会去孙玉璃A3区小柱台中报道